袁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那个小燕望望的黑衣人 突然间拔把剑出来 等等声走到他身边 手一样 嗖嗖嗖几声 哦 削断了黑衣人身上的绳索 接着啪啪 啪开了一个亮串月位 然后收剑回超就说 你可以扯了 小燕这样的举动 不单于在场的人 个个感到意外 就连黑衣人不很惊奇 他侧了一下就问 前辈 你放我车 你不杀我 是啊 我本来就想杀你 但是看在我个猛孙的份上 不想杀你了 你车吧 前辈 你不是有事要问我吗 我既然知道 你是西域圆明音掌门的人 还问你什么 不过 你回去之后 你不妨对你的掌门人说 他若果想报两代掌门的血仇 尽管可以光明磊来找我 我随时等着他 不要再搞什么阴谋诡计 还有啊 我知道你们在山那个镇仔那里开了一间酒家 最好你今晚跟我搬车 前辈 你什么都知道吗 你以为我指触山庄的人 个个睡大觉的吗 那天你在公园的围场 那棵树上面在窥探 从你走的时候都轻工一看 我就知道 你是圆明音掌门的人了 我所以不追你 就是等今天而已 客医人突然哭一声跪下来说 多谢前辈不杀之恩 在下日后必有所报 好了好了 你不必报答了 但望你今后好自为之 你扯吧 你快点 要不然就是我反悔 那个客医人一听 哎呀快点走 跟着起床 作了个音 伸人一闪 好处惊鸿飘然而去 眨眼就不见了 那个范边在旁边看到 猛在摇头说 好耶好耶 这个人的轻功真是一流 你就是慕容明在旁边就问了 妈妈 你为什么放走他呀 为什么放走他 你以为杀了他对我们有好处吗 呃 慕容明真是答不出有什么好处 你真是猛的 三个头来都不知道做什么 以后你在江户上行走 不单只要用力 还要用脑的芝麻 是 是 妈妈 虽然他说是而已 但是为什么不杀绝他始终不明白 这阵小院就说了 快点 把这个东方老鬼拖出去埋了 我不想再见那条丝啊 你们将那些血迹洗均淨 不要等他屈臭了我那间院 老范 你派人下山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酒店 他们今晚会不会撤出去 是 老夫人 范边立刻派人下山打探 半夜回来说 那间酒店果然关了门 那帮人静静地走完 那 紫竹山庄一下就挫败了西域阴命掌门 十几年来的阴谋 还杀了江户上黑黑有名的东方老鬼 气到了威胁其他有非分意图人的作用 令到他们再不敢轻举妄动 他就换来了紫竹山庄的平静 春去秋来 化开花落 一年就这样就过去了 两年也都过去了 紫竹山庄表面上似乎十分之平静 什么事都没发生 第三年 眼睛就要过去 这阵个白痴仔慕容智 已经十九岁了 但毕竟他的智商 还只有三四嘴的小小小 整天嘻嘻嘻嘻 逐马狼狂 逐草猛 玩玩具 玩花样 古灵精怪 哎 他妈妈对他已经死了心 再懒得理他 有万克 小燕和慕明智在书房里面聊天 只听到慕明智就说了 然然 这样做得不得啊 傻瓜啊 小燕一向对自己老公就这样亲夫这样叫 六七十年都是没改 我们的日子恐怕不长的了 顾得他们一时 顾不到他们一世嘛 倒不如我们这样做 让他们经历下一场风波 认识一下江湖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 日后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 哎 这样做虽然有危险 但话不来从此可以永随后患 换来我们只足山庄长久安宁呢 林奥明智就向来知道自己老婆 就智慧过人 他所猜的东西一定没错 想了一下就说 然然 既然你这么说 就这么办咯 他们说什么呢 你看 后面就告诉你听 两个月之后 小燕突然间就病了 本来对小燕来说 他身为六七成的九阳真气 那么轻易病的吗 但是可去说又说 一是不病一病就拿他命 他一病就知道自己年寿 就不强大限已到 于是小燕是将慕容墨夫妇 和慕容明叫你自己床前 他对慕容墨说 你差不多五十岁的人的了 不用我多说 你知道的了 天外有天 人中有人 以你和明依的武功 恐怕很难在武林中增长短 最聪明的办法就退出武林 不要捲入江湖上的恩怨仇杀 或者找一个地方 过去明媛圣 引居下来 有你爹在那里 智竹山庄 或者还可以保存下去 但是恐怕都时日无多 一旦你爹去完 智竹山庄就会成为多史之地的了 慕容墨见妈妈这么说 眼泪混了 其实我说 妈 我知道 你不要这么说 你没事的 你知道就好了 不过 你父子两个真的要退出武林 恐怕都没那么容易 我生前杀人无数 得罪的人更加多 他们的亲友弟子 恐怕会将恩怨落在你们身上 望你们善致珍重 是和是福 我都不管得到 慕容墨怎么想就不知道 但是他儿子慕容名听了 就不是滋味 他心想 以我的武功 我不可以对付武林中的高手吗 需要退出武林 妈妈都没面太掌他人志气 慕容名心里面想什么 小燕早就看出 他摇摇头跟着说 哎 明儿 你行俠仗义 不是不好 只是以你目前的武功 恐怕难以于心愿 人要有自知之明 咦 阿智仔呢 慕容咬我说 妈 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隔了一会儿 两个妹子 把慕容咬着拖进去 把慕容痍活 慕容痍已经十九岁而已 还真是傻中共 结列 增了 連那堂衣袖、褲腳都被草畫得爛了,黏滿了那枝尾草。 她進來笑微微地問, 你們帶我來幹什麼呀? 媽媽的房間不讓我進來玩的嘛。 慕容麥夫婦一見,哎,真的搖頭了。 臭小子,媽媽要見你呀。 媽媽?媽媽見我幹什麼呀? 稍後有個妹丁在她後面說, 老夫人病了呀,要見你呀小少爺,快點過去,不要激媽媽呀。 啊?媽媽病了? 哎呀,媽媽病了呀,那真好呀。 那幫妹丁呀,大驚失色。 慕容麥啊生得渴了。 畜生,你胡說什麼呀? 這個小燕不僅不生氣,反而笑。 她對慕容麥啊說。 呵呵,她生性是這樣。 不要罵她呀。 啊痴兒,過來,過來,過來。 你剛才說什麼呀? 我病了,你說更好? 媽媽病了? 你就不會來管我咯。 哎呀,媽媽,你病了呀? 我,我幫你把麥仔看看呀。 大家聽。 忍不住掩著嘴上偷笑。 小燕微微笑就問, 你會看病嗎? 媽媽,我現在學到呀。 哎呀,很高功夫的啦。 會跟人家看病的。 媽媽,你不想把手拿出來, 我幫你爸爸呀。 小燕是真的伸了手給她呀。 啊,這個白癡仔是似無似樣。 像那些大夫郎中跟她把麥那樣。 三隻手指頭似無似樣,真是把麥呀。 小燕似乎心情突然好了很多就問了。 大夫仔,怎樣呀?我得了什麽病呀? 那個白癡仔,托起頭想了一陣子就說。 爸爸,你沒病呀你。 這陣子的妹妹都忍不住啟一聲笑。 小燕都笑橫。 我,我沒病。 慕容脈夫婦見到媽媽開心, 心裏面有少少開心。 心裏面想,如果真是癡而講的媽媽沒有病, 就真是好了。 這陣子慕容蜜就說了, 媽媽是沒有病呀。 啊,不如這樣吧, 我去拿兩支銀針, 和媽媽你喊喊喊喊。 有病就回答,沒有病就不回答。 哎,她說的那些說話, 十足三年前, 呂華佗說的那些說話。 小燕就知道她搞搞震了笑。 好吧,好吧,好吧, 你這個懵仔, 說不定我真的被你刺, 什麼病都沒有。 好吧,好吧, 你出去玩吧,出去玩吧。 媽媽,你真是不刺身吧。 小燕沒有武器, 對兩位妹妹說, 你們帶她出去玩吧, 這個懵仔, 我不病死, 就被她激死我, 大家走吧,走吧。 慕容只是還想說話, 兩個妹妹小妹妹拖她出去。 這陣子小燕覺得好像很累, 揮揮手, 叫慕容麥夫婦, 和慕容明三個都出去。 她自己閉上眼, 就要休息一下。 今天過了第二天, 小燕的精神似乎好多了。 唉, 其實就好像我們所說的, 回光反照還沒頂的。 整家人都是暗暗高興的。 誰知道到了第三天, 小燕的病情夾轉直下, 立刻惡化, 一發不可收拾。 到埃曼, 就閉目牆勢, 耍手跪勢。 哦吼, 整個紫竹山莊 即時下五星震天, 全莊的男女, 各個披麻大孝了。 慕容麥夫婦, 父子悲痛就自不必說了。 她老公武明智, 整個人變了, 一夜之間更加老了很多。 她現在坐在老婆身邊, 喝令所有人出去, 不准碰她的愛妻身體一下。 說小燕是她的, 誰都不可以帶走她的。 那是難怪的。 啊, 武明智從十幾歲起, 就和小燕在一起, 夫妻之間情深似海。 她倆自從結婚之後, 雙雙行俠江湖, 一對俠淚比翼齊飛, 都不知道經歷了多少生死和風險。 他們幾乎從來沒有分開過的。 直到年老了, 才雙雙隱退無臨, 在智竹山莊安度晚年。 唉, 現在一旦小燕捨去而去, 有沒有法治不令她肝腸寸斷呢? 。 這陣子慕容墨夫婦, 含著悲痛, 就圈了爸爸說, 爹, 你老人家身體要緊, 媽媽已經先世就。 閉嘴! 你媽幾時先世? 你來和我爬出去, 我要守在她身邊。 。 慕容墨夫婦相視一眼, 知道爹現在心情極度難過。 老管家在旁邊勸著說, 老大爺, 人死不能復生的了, 你老人家節哀順便才是呀。 萬一你老人家喝了三長兩短, 老爺, 夫人就更加痛不欲生的了。 。 你們全部出去, 等我一個人陪著她, 扯呀! 拍到沒有呀! 慕容墨夫婦和范編有娜拉斯雙腿出去。 誰知道這陣子那個癡而慕容墨呢, 突然進來了。 無名字一見她就問, 為孫, 你怎麼不出去呀? 你進來做什麼呀? 你! 我和你一起陪伴, 好嗎? 無名字看她的眼睛微燒, 十足似足當年, 女扮男裝的小燕一樣。 又想起小燕近日 跟她說句說話, 要善待啊智仔。 於是點點頭說, 好,乖乖,那你过来吧,和我一起陪你一晚吧 慕明智和智子两爷孙在小燕身边坐了一天一夜 然后慕明智亲自为小燕葬身 轻轻抱入棺材放下,担了改 所有这一切,只有他的乖乖慕容纸在旁边看着 慕明智做完这一切,心事意料了 接着叫人将棺材抬到前厅的灵幕后面放下 然后将自己困在书房里面 除了乖乖慕容纸,谁都不见了 好了,小燕逝世的消息传到江湖上 所有武林人士都震惊 有些伤心悲痛,有些摇头叹息 当然,都有暗暗开心的 就那些和慕容家友仇恨的人 你们是武林中各大门派和鹿林中的好汉 纷纷前来紫竹山庄调宴 有些就掌援人亲自来 有些就派了本门派最得人望的弟子走来 所送那些幻联,报仗 一时间就挂门整个紫竹山庄的大厅和前院 那几日之间,武林的群雄、光湖合适 甚至有些从来没有和小燕见过那些英雄豪杰 纷纷前来吊宴 往南丹、孟英山那条大路上的来客就乐意不绝 都是走来吊宴 那来的人当中呢 都是一些当今武林中有名的人物 那送幻联来的呢 也有很多名门正派嘛 那比如说有少林子啦 武当派啦 昆伦派啦 核二邦啦 俄眉派啦 等等送来的幻联 哈,在那么多人当中 唯独有个应送但是没有送的人 是谁呢 这个可以说是和慕容小燕 可以叫做生死之交的金兰姐妹 他呢 就无山怪依的后人 一代神医千棉女华陀公孙殷殷 即是和慕容这医病那个呢 这个公孙殷殷既没有派人走来吊宴 也没有送任何的幻联 直头当不知道这回事那样 那慕容一家呢 就真的以为 莫非呂华陀公孙殷殷 不知道小燕死了那样 各位 个中有些什么原因呢 嘿嘿 买个关子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